嗨,小伙伴们大家好呀,周五就是端午节了,也就是说,小伙伴们又迎来了三天的小假期,大家开心吗? 不过,对于高三的学生们来说,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,因为要参加高考。 一晨开头祝考生们一切顺利,加油哦! 比如圣诞节时候的圣诞树,小年夜的年夜饭,春节期间,放鞭炮等彩蛋,老玩家们肯定都记忆清晰,那么,在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,光子为玩家们准备了新彩蛋龙舟比赛,起点和终点的位置,是一晨个人分析的,可能是相反的,小伙伴们参考一下就好了,哈哈! 不仅如此,光子还贴心的在比赛河道,设置了起点和终点标志性大门,比如上图,应该是龙舟比赛的起点。 还有,在河道水面上还有红色浮标,从一到六排列,应该是方便选手们认清位置吧。 但是,光子好像并没有为第一名玩家准备奖励,拿下第一名后,没有任何提示。 不过,重点是玩得开心就好,哈哈! 当然了,龙舟遍布在海岛全途的水域哦,海里也有龙舟,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不妨注意一下水面,说不定就碰到龙舟了哦。 小伙伴们趁着端午节假期,有机会跟朋友来一场龙舟比赛呀。 龙舟比赛示范。 这步,已经有玩家开始比赛了,瞧上面这两个玩家,他们几乎同时从起点出发,动图比较快,小伙伴们看到谁是冠军了吗? 小伙伴们是不是瞬间就兴奋了呢? 那么,现在就可以到游戏中,跟朋友来一场激烈的龙舟比赛哦。 不过,和平精英里的龙舟不是滑的,而是有发动机的,可以把它看成是轮船的皮肤,嘻嘻。 这是什么怪物? 最后,逸晨在跟小伙伴们,分享一群更奇葩的玩家,瞧瞧上图,那是什么怪物? 逸晨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,不过,逸晨目测是他们的队友开了一辆载具,是什么载具,逸晨不清楚。 小伙伴们再来看一张动图,这是卡到了什么奇葩bug? 有点意思哦,看起来像是载具的贴图崩了,坏掉了,看起来真的像一只怪物。 有玩家调侃,这几位大哥开的是麦子收割机吗? 他们是不是在收麦子? 这个太有趣了,小伙伴们知道怎么回事吗? 遇到同样bug的小伙伴,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新鲜事哦,真的要笑死我了。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